一同盟恩典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和真言九章十节 雅各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在众的异果 真言九章十节 敬畏一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阿们 接下来 由金光畅士班献师 之后听主任牧师的视频正道 学习的秘诀第三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讲学习的秘诀第三讲 上一讲讲了学好功课需要具备一定的好智商 学好功课需要具备的第二条件是好的环境 中国有一个典故叫《孟母三千》 这源于孟子的母亲为了孟子的教育三次谦虚的故事 孟子是中国战国时期一位鲁家思想家 他从小丧父 被母亲一手抚养长大 他的母亲是一个贤淑的妇人 特别注重儿子的教育问题 孟家母子第一次迁驱到墓地附近 有一天 孟子的母亲看到孟子在玩模仿别人举行葬礼 埋葬死人的游戏 他慎觉惊慌 许家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是在集市附近 这次孟子又玩起了模仿别人做生意的游戏 因此 孟子的母亲这一次举家搬到了学堂旁边 从此 孟子认真学习知识并模仿学生们的礼节举止 看到这一场景 孟母说 这才是适合我儿子居住的地方 并在那里扎根 住了下来 虽然生活拮据 但孟子的母亲为儿子的教育倾尽了心血 孟子后来成为卓越的学者 其背后有母亲的这种付出和牺牲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古老典故 经过漫长的时间 如今依然成为人们口中的佳话 原因何在呢 这可能就是因为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非常重要 给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当然 只要从神得到能力 环境因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尽管如此 尽可能地营造好的环境 提高学习效率 这最好不过了 希望大家将今天的讲道内容当作灵粮 不仅是学生和家长们 还有家亲人和圣徒们 都要尽可能地为学生们 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 奉主耶稣的圣民主托大家 万民的学生们 圣徒们 试想 我们的学生们为了学好功课 需要怎样的环境呢 第一 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最基本的安全防护网 是保护子女 让他们感到安全稳定的港湾 还能帮助他们在学习上集中精力 营造这样的家庭环境 所必备的条件 就是家庭成员 彼此关爱 比如夫妻或者弟兄姐妹 口酒不断 争吵不休 让孩子在这种家庭氛围学习 等于让他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学习 他心里总是不安 怎么能去精会神的学习呢 我们也没有大声吵架呀 有没有人这样认为 冷战 及无声的抵抗 也是战争 孩子在儿童时期或青少年时期非常敏感 对家庭的氛围特别敏感 很容易受影响 那孩子看爸爸妈妈的表情会看不出来吗 一看就是心情不好 今天是晴天 是阴天 会分不清吗 看表情就知道 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也有的家庭父母虽然不吵架 但是对孩子总是默不关心 这也会让孩子在家里感觉不到安全感 有些父母以工作繁忙为由 对孩子不玩不顾 默不关心 还有很多父母经常不在家 让年幼的孩子们留下来看家 独生子女只能孤身留守在家里 父母长时间不在家 孩子们就会感到不安 很容易接触电视或英特网等媒体 受到不良影响 有的父母孩子上初中高中 就以为孩子已经长大了 过于放心 千万不能这样 现在的青少年身体好 外表成熟 看起来像成年人 其实内心还没有成熟 他们缺乏自控能力 还没有形成正确的分辨能力 所以需要父母指导 我不是说 父母要一天24小时时刻监控孩子 过分的干涉反而会起到副作用 孩子们会把父母的这种关心 当成是约束 机械地随从父母的管制 这会限制孩子的自律性和独立性 所以我在教会 从来没有干涉 另一位工人和主仆们 我给他们自由发展空间 让他们提高自律性 自身能力和智慧 如果每一件事情我都去管 指示他们 那他们没办法提高工作能力 那有的人虽然很有潜力 但如果这样总受管束 那就无法提升自己 也不能自由发挥 这会限制孩子的自律性和独立性 还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工作 不能经常陪伴孩子 但是需要各自在所限的环境中 竭尽所能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到 父母的呵护和关爱 当然 我们的圣徒们会时常祷告神 把孩子交托于神 但是单靠这些不能认为 我已经尽到本分了 即使工作繁忙 还是要抽空照顾孩子 不仅要关心孩子 有没有做好礼拜和祷告 还要问他写没写作业 学习难不难 跟同学们处得好不好 有没有烦恼等等 按时给他准备饭菜和零食 鼓励他 关心他 问他学习上有没有什么需要 那么孩子会多么高兴满足呢 真言27章23节说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照料你的牛群 哪怕是养一颗花草 一只小动物也需要费不少功夫 你倾注心血 花草和动物就会茁壮成长 按照人倾注的心血 他们也会相应地茁壮成长 何况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孩子 该付出多少心血呢 就像关怀神所交付的羊群一样 把孩子当作神所富裕的灵魂 在灵肉间关怀呵护才是 虽然我不能经常见到儿童主日学校儿童们 但是每逢儿童主日或夏季 圣经学校讲到的时候 我总会跟他们说 我爱你们 由此表达我对他们的关爱 我们的圣徒们作为父母 可能在一天当中很少有时间陪孩子 在经济上也不能成为孩子坚实的后盾 尽管这样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竭尽所能把对孩子的爱 及真心传达给他们 第二 我们的学生们若要学好功课 需要具备勤学氛围的家庭环境 比如父母教孩子学习 他们却在家里看电视剧 或者体育赛事实况 或者孩子在房间学习 父母在客厅大声说笑 这会影响到孩子学习 让他心神不定 身体在房间里 心血跑到外面去了 相反 父母不看电视节目 喜欢看书读经 播放讲道或赞美 这种家庭会怎样呢 适合学习的平静温和的气氛 就自动形成了 从孩子小时候开始 就要给他营造这样的氛围 有的父母认为孩子还小 不懂事 就所以打开电视 其实孩子小时候更容易受影响 以至在成长过程中养成 爱看电视的习惯 相反 父母若为孩子营造随时可以阅读 好说的环境 并且以身作则 孩子就有可能会喜爱阅读 要铭记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这一道理 希望我们的学生们也要积极努力 避免接触妨碍学习的环境因素 亲爱的外民的学生们 圣徒们 家庭以外的周边环境也非常重要 学生们除了在家里 在校学习时间也很长 如果校风是勤学氛围 大部分学生就会迎合那氛围 刻苦学习 还有身边学习好的同学越多 对其学习更有帮助 所以交友需要谨慎 见了面可以一起学习 分享学习经验 遇到不懂的题 问他就热情解答等 要结交这样有实力 且善良的同学 这对自己很有帮助 教育电视台某一节目 曾经介绍一位男生 他的成绩原来仅仅排名 全校第280名 而从高一第二学期末开始 刻苦学习 原因不是别的 就是受到了周边同学们的影响 平时一起出入网吧 玩网络游戏的同学们 为了学习一个接一个 回到图书馆补习班 他看到这些认识到自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从此就认真学习 有时学不进去 就效法班里学习最好的同学 结果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 最后被首尔大学录取 同样好老师也起到好的影响 如果身边有位好老师 经常给学生栽制梦想 称赞他的优点 吃上勉励 学生很有可能学习成绩很好 有的学生在自己喜欢的老师 所教的科目上 取得优异成绩 看到这一点就知道原因了 我们的壮年圣徒们也是一样 工作单位不断勉励员工自我开发 而且同事们都有努力学习的尽头 那么大家自然而然也会努力学习 反之周围的人们都安于现状 就很容易被这种气氛所感染 不求进取 居住的街道 区域或经常见面交流的人们 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 孟子的母亲通过经验 认识到这一道理 就迁据到适合学习的环境 各位做父母的圣徒们 尽管时常为儿女们竭尽所能 但是为了孩子的学业 搬家等变换周边环境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我时常考虑这些方面 并努力付诸行动 对于我们万民的学生们而言 环境影响的直接因素就是教会 我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信仰生活 和学习两不物的环境 一直在做出努力 每年寒暑假开设英语数学讲座 也是为了营造刻苦学习的氛围 帮助学生们利用假期 好好补习落下的功课 我们的圣徒们时刻努力 装备神的道 恳切祷告 这些热情的表现 也可以说是为学生们 营造优良的环境 在工作或事业等方面得到认可 受众称赞 也是学生们奋力效仿的动力 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勉励刻苦学习的学生 为他们祷告 这也会成为他们极大的力量 亲爱的外民的圣徒们 学生们 圣徒们 听到这里 有没有人认为 我的家庭环境 学校等周边环境太差 根本不适合学习 该怎么办好呢 有这样的学生吗 有好的环境 当然是好事 但环境并不是 学好功课的决定性因素 希望大家好好理解这一点 而且拒全各方面 优良环境的学生 毕竟是少数 有的学生可能家庭条件不好 有的学生跟不信主的父母 生活在一起 这些条件都不是 自己的意识所决定 在这样很难改变 不利环境的情况下 若要学好功课 应该怎样做呢 只要不被环境所约束 就好了 就是说 大家如果能够支配环境 就完全可以取得好成绩 我们的学生们可能也听过 不少人克服很艰难的环境 刻苦学习 最终取得了成功 信神的人更有利于支配环境 如何做到呢 从神得到能力 靠着信心支配并掌握现实环境就可以 这怎么可能呢 简单地讲 属灵原理 环境属于属肉的空间 灵的层次高于肉 所以大家若靠着信心 进到属灵空间 就可以支配并掌握 属肉的空间 只要灵魂兴盛就好了 灵魂兴盛是什么意思呢 我愿你凡是兴盛 身体现状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灵魂兴盛就是说 灵是人的主人 魂是奴仆 当魂完全受灵的支配时 说灵魂兴盛 进入灵的人 说他们灵魂兴盛了 不是吗 因为他们的灵在支配魂 灵魂又支配身体 支配肉 所以灵兴盛了 魂作为奴仆 顺从灵 只说阿门 肉身会顺从灵魂 因为受灵魂的支配 所以说人灵魂兴盛 就会凡是兴盛 身体现状 灵魂支配身体 身体就会健壮 因为灵做好主人的本分 灵魂兴盛 凡事就会兴盛 因为灵在随从圣灵 受到圣灵的主管 圣灵知道将来的事 并主管我们 主管魂和身体 让不能成的能成 能成的成得更好 所以我总是劝大家 一定要让灵魂兴盛起来 例如 属肉的人在 嘈杂喧哗的地方 学不进去 例如属肉的人在 嘈杂喧哗的地方 学不进去 因为噪音入耳 淫乱的周边环境 影响事业 当然 也有些人可以靠着意理 在某种程度上 克服环境 但除非意志坚强 就不容易做到 相反 属灵的人在这种环境下 丝毫不受影响 在这些方面 我有过不少神奇的体验 曾经有一段时间 四处寻找合适的 祷告场所 不像现在场所稳定 所以四处寻找 合适的地方 祷告处在江源道 或鸟制院时 房子后面就是铁路 或房子两边都有铁路 每天有好几趟列车经过 不止几趟 时不时地经过 然而我一整天在那里 火车经过的声音 根本没进到我的耳朵里 因为我把全身心 倾注在读经 祷告的事情上 相信各位也有同样的经历 有时很无奈 只能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学习 却不能随己意改变环境 比如有些学生 在学习功课的同时 必须打工或实践学习技能 学习时间绝对不够 因此必须利用课间 休息时间或乘车时间等 充分利用琐碎的时间学习 那有的学生不是 一有时间就学习吗 走路的时候 被英语单词惯用于文章 被数学公式 在公交车上站着 扶着把手身子左右摇晃 还继续背 在洗手间 有在吃饭的时候 边吃边看书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学习的 现在的学生应该也一样 说没时间学习 那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 我上小学的时候不爱学习 就爱玩 放学回家 家里没有人 父母下地干活 我的哥哥们都在手耳 家里没有人 没有人督促我学习 我把书包放下来 出去跟朋友们玩 但我学习成绩很好 名列前茫 我上初中的时候 学习环境太差 冬天在榻榻米房睡觉 跟几个表哥一起睡 没有书桌 我一直都没有书桌 上小学的时候也没有 上初中的时候也没有 不过我有一个优点 自己打造了一个优点 很多人有肉体的空缺 如果没有肉体的空缺 就很容易成功 我的优点是什么呢 上高中的时候也是 每到年底 到12月份 我会制定一年的计划 每个月做什么 大概画出框架 每个月再制定具体的计划 到一月份就另做一月份的计划 比较具体 每周六还排出一周的计划 一周的计划更详细 星期几点起床 几点洗脸 吃饭 那几点做什么 之后上学 放学回家后写作业 学习几个小时 就这样排好计划 几点学英语 学英语的时间要长 就这样一一安排 一周计划表出来了 就照此履行 如果违背了计划 我就自作惩罚 那个时候经常吃不饱饭 所以一顿也不愿意落下 饿一顿特别难受 那个时候食欲特别旺盛 但如果违背了计划 我就罚自己饿一顿 为了不饿肚子 努力遵守计划 但也有不能守的时候 那我会罚自己饿一顿 另外我还罚自己的身体 没有守计划 我就自作惩罚 所以必须要守 凌晨四点就要起来 有时候冬天房间特别冷 那个时候也没有锅炉 冻了一夜 凌晨四点实在是起不来 但计划表上写了四点 必须起来 但实在太冷 不愿意起来 到了四点 我就说数一二三 我就起来 数了一二三 应该马上起来 但有时候真的太冷了 起不来 数一二三 还是起不来 我就罚我自己 因为违背了计划 严厉地处罚自己 这样下次才会守 下次数一二三 我就马上起来 就这样控制了我的心思 意念和身体 值得感谢的是 我攻克己身 没有肉体的空缺 我现在做牧养工作 因为这个优点 受益匪浅 我只要心意一定 就必须履行 只要下定决心 就必须要做 我在离弃罪的时候也是 如果离弃不掉 比如意念上的肉体的事 如果离弃不掉 就禁食三天 有的罪三天除不掉 就禁食七天 还不行 就禁食天 因为我决定要离弃 十天不行 我就禁食五天 一般情况下 禁食三天就可以离弃掉 也有的是 禁了七天后才离弃的 好像没有超过七天 禁食七天后都离弃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禁七天失败了 我会禁食天 这多愚蠢呢 早晚要离弃的 还留着不放 何必要饿十天呢 饿了七天已经够笨的了 为离弃饿 禁食的时候 神不会帮我 不知道有多饿 应该三天内解决 但没有离弃 又禁七天 我自己想 你真傻 太愚蠢了 终究药除掉 却还留着不放 又饿七天 太傻了 饿得受不了 于是用七天的时间 拔除尽尽 不然还要近十天 这对我离弃罪 有很大的帮助 在成长过程中 哪怕自作惩罚 也会攻克己身 我养成了这种习惯 所以无法接受 自己违背计划 在离弃罪的时候 也用上了这种方法 所以必须要离弃 难离弃的 也就那么几个 把大的罪根拔除 其他的就很容易除掉 我们的圣徒们也是 为什么要过穷日子 哪怕干体力活 只要没有肉体的空缺 就没有理由那么穷 我在病得医治后 也做过体力劳动 所以很清楚 没有理由那么结局 哪怕开一家小超市 也没必要那么穷 比如说出去干体力活 一天挣七万韩元 只要下决心 每天存两万 存三年或者五年 大家试一下 每天存两万 可能不是每天都发工资 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15天就是30万 半个月一定要存30万 那有人会说剩下的钱不够花呀 干体力活的人 说钱不够花 还天天喝酒 抽烟 一天至少抽一包烟 把这个钱省下来 也能省不少钱 在家休息的时候还打牌 输掉不少钱 干半个月活打牌全输掉 这种情况很多 都是因为有肉体的空缺 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心思意念 还有贪心思欲 贪恋别人的东西 我在工地干活的时候 经常跟同事们唠叨 你这样可不行 再过一年 两年 年龄大了 过四十五十怎么办 到时候没有力气干活 怎么养家糊口 不要喝那么多酒了 少抽点烟 少喝酒 不要打牌 我总跟他们 总跟他们唠叨 但他们没有烦我 对我很友好 我总说他们 他们没有嫌我烦 只要这样决断 坚持 肯定会存到钱 问题是 决断了就能做到吗 做不到 遇到什么事情 就把钱取出来 有什么事情 把钱取出来用掉 这样有什么用呢 就当作没有这个钱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碰他 要有这样的决心 这种人做什么事情 都能成功 哪怕是他是个民工 也会成功 做什么都行 我们的学生们也一样 这样的人做生意 也会赚大钱 不用向别人借钱 就因为缺乏这种 决断能力和精神 都是因为有肉体的空缺 一旦下定决心 就要坚持到底 神也告诉我们 不可善变 这样才会进入新耶路撒冷 想想众古人先知 属神的人们 他们没有善变的心 我们的学生们 壮年圣徒们 还有做个人生意的圣徒们 大家也都能做到 有能力用 零支配肉体的人 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阻断周边环境的搅扰 聚精会神的学习 可以做到随心所欲 控制自己的感觉或精神 学生们即使体质弱 不能坚持长时间学习 只要能支配身体软弱的部位或器官 就能延长学习时间 只要时时刻刻 尽心尽力 仰望依靠神 神就会加给我们 给我们加添能力 仰赖神的意思是 努力活在神的道当中 从神求得能力 只要付出这般努力 就可以得到圣灵充满 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 支配并掌握 属肉的环境 而且按照圣灵 生出灵的程度 即按照大家的心 成就灵心的程度 可以持续利用属灵的空间 到时候不仅可以支配 并掌管嘈杂的物质环境 甚至连情感环境 也能支配掌握 比如 父母经常吵架 或者父母工作繁忙 不能在自己身上 花费太多心思 又因为经济上没有余力 买不起学习所需的物品 上不起补习班 若被这种环境所支配 就会失去学习积极性 我们家为什么这么穷 学习又能做什么呢 会浮现这种负面想法 但是不管身处 怎样的环境 只要拥有属灵的心 环境就无法左右 大家的意念 因为只要拥有 属灵的心 就只会浮现 良善的意念 不会有不平不满 只浮现良善的意念 我真正的父亲是谁 不是万物的主宰 天上的神吗 我的父亲那么富裕 那么有权柄 我慈爱的父亲 又那么爱我 这样只要用父神的爱 装满我们内心 不平不满的心 就无法趁去而入 不会埋怨家庭环境和父母 反而为父母和家人祷告 并会想 我的父母也在竭尽全力 一定非常劳累 我要努力学习 成为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开心 有的大学生 因为家境贫寒 凑不起学费和生活费 边打零工边上学 在这种环境中 也完全可以靠信心 做肯定的告白 我非常感恩 可以这样早早地培养 独立生活的能力 反而可以帮助父母 我真是个大器皿 我会因此更迅速地进灵 父神在天上看着我 该有多么欣慰 能够做肯定的告白 讲结论 亲爱的外民的学生们 圣徒们 世人大部分会依赖 人际关系财富 权势等特殊背景 会因此而夸口 然而在诗篇二诗篇七节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 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照此 我们若依靠神 指着神夸口 我们的神 就会做我们的后盾 下一讲给大家介绍一些 在现实生活中 经历这些祝福的见证人 愿我们的学生们 也要靠着神的能力支配环境 站在经历神大能的 见证人行列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愿 思考今天的道 一同做打告